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就是从刚才吴老师 他对于卡妙的生平 然后还有他在作品里面的 有关于死亡或者死亡的关怀 这一个比较属于卡妙 他的作者 以及作为一个思想家 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部分的关照 然后到徐老师告诉我们卡妙 至少到今天之前 卡妙在台湾被理解 或者是说他们的作品被引接 然后之后得到了怎么样的呼应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接下来的我们的两位讲者 他们可能可以让我们看到 是一种卡妙式的时刻 的一种表现 那卡妙式的时刻 我指的是说 经由自所创作来的这篇文章 然后就像他会对于 他所处的那一个社会 或者说他所处的那个人群 那个国家之间 而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产生的关怀 也希望能够去进行的一些思变 我们可以在此刻当下 就可以也来进行像这样子的一个思变 但是我想 刚刚我们只提到 思索断头台这篇文章跟 对不起 我想我还是很简单的去简单的 介绍一下这篇文章是什么 这篇文章最早是在1957年 在法国思索死刑的这本书里面出版的 那这本书呢 除了卡妙的这一篇 思索断头台 里面还有另外一篇 是匈牙利一的一个思想家 是阿修 阿修托斯勒 他在1955年 在英国出版了一个意义小册 叫做思索绞行驾 法国义本 那在1957年的时候 法国的 Gamon Lippe这个出版社 他出了一个小机子 叫做思索死刑当中 就是卡妙的这一篇思索断头台 然后还有1955年 Cosler他出了思索假行教 以及另外一个法国的学者 他是 Jean-Lokinchev 他写了一篇 死刑在法国 那当然我们知道 1957年的时候 在法国死刑 还是依然存在 而且大部分的人是支持死刑的 但是在这个小册子 出版以后 也就是Cosler在发动 在英国发动一个 全国性的废族死刑的运动 的两年之后 英国开始逐步的修法 废族死刑 但是在1957年 法国的死刑还是存在的 那在1979年 思索死刑的这本书 出了一个新的真定版 这里面的序言呢 就是原来写 死刑在法国的 Mitchett先生 他就写道 别忘了 民主化的西班牙 迫不及待的 死刑的第一项变革 就是废除死刑 这是在1978年 12月6号举行的 制限公投中 做出的决定 如今 法国成为西欧 唯一一个 还有死刑的国家 然而我们可以相信 这种情形 不会一直的持续下去 那是在1981年的 10月9号 通过国会的表决 那时候新当选 上任的密特朗总统 法国的密特朗总统宣布 废除死刑 那在西元2002年 在法国已经废除死刑了 21年以后 盖里玛出版社又出版一个新的思索死刑的真定版 在里面呢 出版者强调 为何要重新出版这些思索呢 除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之外 也因为这个辩论并未终止 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议题 所以换了个地方 而且范围扩大 因为这些在1957年 能够撼动法国的论点 在那些10至21世纪的开端 还在执行死刑的 尤其是民主的国家 依然是切中要害的 我想现在我就邀请 桃圆地方法院的吴建隆法官 他自己也是台大的法院所的博士候选人 所以是在实务上面 跟在理论上面 都对这些问题 有非常深刻的思索的一位讲者 我们现在就请他来告诉我们 所以后面